如果你要找鄧子豐的話 可能就要付出金錢 它有黑色的鄧子豐包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觀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玩這款迪士尼魔法斯競技場 其實遊戲已經推出了很久 不過我最近才在Facebook的廣告上看到 我想這款遊戲基本上大家不會知道吧 我覺得挺漂亮的 美國廠推出這款...我覺得挺有趣的 畫面也算是挺漂亮的 但我自己覺得很美式 如果從小到大看迪士尼的動畫 或者影片 電影 可能就適合你了 我自己覺得挺有趣的 但它玩法方面 其實也是類似七騎士的龍怪 它的課金位置也挺有趣的 有鄧子豐給我們課的 不知道有沒有圍尼 我很希望看到圍尼這個角色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很喜歡圍尼 我覺得很有趣的 有阿拉丁 阿拉丁屬於英雄國王 挺有趣的 也有些星星星星 現階段這些全部都是他送給我的 如果你要找鄧子豐的話 可能就要付出金錢了 對 它有黑色的鄧子豐包 另外也有玩具總動員 亦是玩具總動員 這個應該是反斗奇兵 有胡迪包 翠絲包 巴斯光年包 英雄新手包 神經病 很多東西 但是阿里王子是怎樣的呢 不太記得的 先按一下 阿里王子為何這麼像 其實是阿拉丁來的 阿拉丁代幣 它是阿里王子的造型 另外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它玩法純粹是回合制遊戲 但你看到很美式的風格 好 我們進去看看 讓大家看看 玩到差不多一刻它會有自動 有些叫隊伍技能 放一些魔法 對 我覺得真的不錯 好 當然了 我現在正在使用自動 一開始其實它的新修教訓 不能自動 最厲害就是人魚公主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阿拉丁 這個角色好像不太知道是什麼角色 老實說 敵士尼有這麼多角色 有些人會不知道 但是耳熟能詳啊 這裡是藍毛毛啊 米奇色吧 人魚公主啊 阿拉丁這顏色的 大家是嗎 我想這些大家都懂啦 但是跳跳虎啊 唐露鴨不知道會不會變成魔法師呢 如果這樣算是挺有趣的 好 戰勝了 這裡獲獎的獎勵 繼續啦 每天任務啦 嘩 很多東西 還要叫我給五星 對啦 幸好小紅維尼 她不是要錢賣而已 不只小紅維尼 要不要用錢賣了 如果不用的話 我覺得這遊戲就佛心了 對啦 這遊戲就是佛心遊戲啦 用錢賣 可以買也划算吧 對不對 有小紅維尼用 我挺開心的 對不對 好 這裡也是對面的骷髏兵 其實在我拍攝之前 見過魔導王的八爪魚船長 它的正式名字我並不太知道 但是... 大家應該都看過魔導王了吧 頭髮有點觸鬚 在那邊發一下發一下 很噁心的東西 當然來到卡通化的時候 沒那麼噁心的 好 阿拉丁直接搞定對面 這個就是召喚者得分 我應該可以抽東西 玩多一會兒我們去抽東西 現在已經七級了 對了 其實她不會卡關 我暫時來說 覺得應該還未到卡關了 即是你一直打 她每關又有碎片 碎片又可以升起 基本她送的角色給你 這些全部送了 她送了整個陣給我們 人魚公主要來補血啦 無貓就要來做坦 阿拉丁來說 是單體輸出的 米奇也是魔法師 即是打全體 其實這遊戲超簡單的 可能你說 喂 這麼自動的 那你可以用手動的 不過我覺得 回合制的遊戲 也是有自動的 即是讓我這些懶人掛掛 每天有沒有又有 又有些看廣告拿東西 我相信這些都不少了 給免費玩家都可以拿到東西 不過我自己不太喜歡 我不太喜歡看廣告 我不喜歡在遊戲中看廣告 不過她也任你選擇 不會強制你 又會看到 總之一開出來 就會看到有巴斯光年包 應該是她現在正在玩巴斯光年制 什麼都要巴斯光年 什麼都要巴斯光年 應該是 好 繼續戰鬥 咦 是不是宙斯嗎 嘩 咦 是宙斯啊 咦 是宙斯啊 尋找 宙斯是不是免費的呢 哦 咦 咦 應該是一定要抽的 另外就是抽蛋方便 應該是有免費抽蛋的 我們去看看 免費抽... 對了 對了 這裡有免費抽蛋 看到有毛怪啦 巴斯光年啦 米奇啦 她真的沒有圍利啊 大野狼啦 為什麼呢 咦 皮特啊 皮特這個角色有多重 咦 有唐駱鴨 不是吧 有唐駱鴨 沒有圍利? 怎麼搞的 先抽一抽 不過她也要抽到... 好像要10塊碎片才可以... 跑去升 你看到魔法師其實也是一塊 這裡超貴的 5500個代幣才可以開這個箱子 其他呢 其他那些又要轉了 嘩 如果你想有你喜歡的角色 想抽到的話 也挺貴的 不過這麼說 迪士尼的東西一直都是吸金的 對不對 哈哈 但是我覺得這遊戲 休閒地玩童年回憶是OK的 反正回合制的遊戲呢 她也做到不用考慮了 你看到自動在這裡打也沒問題 升級 裝裝裝備 她又可以開技 喂 混亂了 你看看 人魚公主回血 好 這裡... 毛毛怪有嘲諷 是坦 嘩 這一炮很厲害 不知道為什麼呢 暫時只有人魚公主的裝備齊齊了 如果我們要集齊其他角色的裝備 我們就要不斷衝關 衝到差不多會提醒你 很多... 很多很自動化的東西 讓大家去玩 好 放穩石 這招是隊伍的魔法 國王 什麼是國王 國王 她還沒看過 看了這麼久的迪士尼的動畫 還沒看過 看來迪士尼的動畫真的太多了 我只看過阿拉丁 人魚公主 米奇 沒有啦 丁滿彭彭 但是丁滿和彭彭 會不會成為魔法師呢 他們如何以魔法推出呢 不過迪士尼一定有辦法 不然也不會有那麼強的吸金能力吧 好 這裡一旦可以安裝裝備 這個應該還沒安裝到 也要教我們找到裝備位置 好 繼續 非常簡單 不過遊戲並不是一次下載 每關你玩的時候才下載 我覺得這個很麻煩 如果它有個位置給我們一次下載 就會比較輕鬆 其實遊戲很悠閒 非常簡單 即是它不像某些遊戲 我不知道升上去之後 它是否需要我們升到很高的角色level 或者裝備才能過得到 第二階段 一開始還是沒什麼難度 可能之後會需要的 但其實還是要你把關卡升一下裝備 開一下技能 每個關卡又可以開一些厲害的技能 我相信它就會過得到 應該也是簡單的 升到10 它就會送阿拉丁的碎片給我 每隻都有升升數 現在暫時在地理角色 只有1升 只有1升 咦? 我們升完之後 阿拉丁又可以裝裝備 嘩 陳數升級 我們已經升技了 不錯 阿拉丁多了一招技 看看 多了一招飛箭 這是被動技 特別技能飛箭 多了一招技能 再戰鬥一下吧 其實如果大家本身很喜歡迪士尼的角色 這遊戲又喜歡回合制遊戲 這遊戲可能適合你 但我看到它的吸金能力挺高 課金位全部都很... 即是你喜歡有些角色 可能真的要課金 但我覺得真的不值得 慢慢玩 看看碎片會不會掉出來 好 它又不是打完每關之後 一定會有那個碎片給你 不過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老實說 如果它每次都不用抽 可能它又沒有位置去賺錢 但它的賺錢位置挺屈肌的 你看到又要看廣告又要課金 這遊戲大概就是這樣 我想接下來玩下去 慢慢玩下去 有些新的角色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今天影片到此為止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兄弟們 你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是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下旁邊的鈴鐺 再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們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